剛剛我們用的是AE裡面的這種 有沒有 做濾鏡的方式嘛 那其實AE裡面有一支筆刷 叫做去背的筆刷 你記不記得我們之前 教簽名動畫的時候好像有用過這支筆 第二種 簽名不是有三種嗎 第二種就是用這支筆對不對 你來看後面有沒有發現 有一支筆後面有人的 Photoshop明這支對不對 這個就是叫Roto Brush 這個呢 就是萬一你真的 沒有辦法在這種所謂的藍綠目的前面來拍的話 或者是說你用的這個 但是可能還去不乾淨的時候 你勉勉強強可以搭配這一支來用 可以搭配這一支來用 就是好像自動幫你做去背這樣子 當然太複雜了我還是不建議 你還是要有好的素材 你的那個品質還比較好 但是這是不得已的狀態下 你可以用這個來做輔助 所以呢我們可以稍微嘗試看看喔 你可以找找看 像剛剛 如果你這一張 你不想要用這個濾鏡的話 來你看 我先把這個濾鏡把它拿掉 其實這個是可以相輔相成的啦 你可以一起用 但是我現在先把它拿掉 我先把它放大一點 來這樣 你按到這個 按到這一支筆刷 這叫Roto Brush 但是呢 這一支筆刷很抱歉 你在這裡有沒有發現不會變筆 有沒有 雖然我已經換到它 但是不會變筆 因為要怎麼樣才夠用 要點進去裡面才夠用 所以你進到這個 都兩下 有沒有發現變成筆了 所以我們在AE裡面 蠻好玩的 我們之前用簽名了之後 是不是要進來裡面 筆刷才可以用 這一支筆也是一樣 進來裡面之後才可以用 那麼 在這邊呢 你現在看到的 有沒有發現我的游標變什麼顏色的 是不是綠色的 表示現在這個 來我放大一點 我把我的畫面放 有沒有變成一個加號 所以這支要請你選什麼 要的地方 我如果偷偷按一個按鍵 有沒有變成減的 請問各位 你在Photoshop裡面 你如果要加選跟減選 不要用那個切換圖示工具的方式的話 請問你會按哪一個快速鍵 要加選跟減選 加選我會按Shift對不對 減選呢 你們怎麼平常都沒有 但注意你按什麼按鍵 都那麼直舉 就按下去就有了 好 是不是Alt Alt 對 所以在這邊也一樣 如果你哪裡要的 好你看 我現在 我先拉回來前面這裡 好這裡我要 塗一下 記得不要拍認真 我有沒有很不認真 刷一下 太多了對不對 Alt 不要的 不要的地方刷一下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要的地方刷一下 因為他預設已經是加號了 所以說 這邊抱歉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有遮罩 所以他跑不出去 沒關係 所以這裡要加 你看我有沒有很不認真 隨便都在裡面畫一下就好了 這裡不要對不對 Alt刷一下 有沒有自動幫你們算好 那這裡也不要 你筆刷可不可以調大小 可以嗎 好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調大小 你可以找到筆刷這邊 自己調小一點 好 這裡Alt刷一下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那更好的是什麼 這個是只有第一張 現在你按鍵盤上的上一頁下一頁 叫Page Up Page Down 你看我按一下鍵盤上的Page Down 有沒有自動幫我計算 再按Page Down 有沒有自動計算 Page Down Page Down Page Down 這樣了解了嗎 你就一直按 按到什麼 按到 按到 他沒有幫你做好的 你自己再手動補一下 這樣知道這支筆刷好用在哪裡了 當然我們剛剛還是強調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你是在Lamium前面做是最好的 但是這是不得已的方法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一格一格的 先幫他檢查一下 萬一他沒有幫你抓到 這格就沒抓到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就要告訴他 這裡是我要的 這樣了解嗎 那現在抓到最外面了嘛 所以我就來這邊 好 告訴他這裡我不要 這裡我不要 這裡我不要的 這裡是我要的 抓不進來 看一下 這個 只有這個沒抓到 應該 按住ALT就可以了 我不確定為什麼這個沒有 好 沒關係 這裡 有沒有看到後面這幾個 對不對 這一個太多了 所以我就要在這邊 告訴他 這裡是我要的 要加回來 欸 有點奇怪 我不確定為什麼這裡不行 因為這裡我應該沒有那遮罩 這樣大概了解意思 那但是呢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下面有一個訊息 這裡有一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他有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 你的影片的什麼 播放的速度 他說我的影片播放速度 Mismatch 跟我現在的合成 不相當 也就是沒有一樣 為什麼 來看一下 我們一般建議各位 如果你要做這一塊的話 最好是獨立出來 因為呢 我現在這個合成 你看我點到這個合成 我現在呢 剛剛用的 預設的方法 一秒鐘是29.97 可是呢 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影片 這一段影片 播放的速度 有沒有發現是30 有沒有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他就會出現那個警告訊息 所以如果我要 比較好的畫質的話 就是那個工具要比較好 我這邊 雖然只差0.03 但是很抱歉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好嗎 不要說那個只差0.03 那麼計較 就是要計較 好嗎 你一定要計較 他這個 這樣子 這個 才會OK 好 你看 有沒有 訊息已經不一樣了 對不對 訊息跟剛剛的 是不一樣的 那他 到這邊是告訴你說 你要用什麼 最佳解析度 就不是剛剛那個 播放速度不一樣的問題 這樣了解了嗎 有沒有發現 我這邊現在用就有作用了 所以如果你有出現剛剛那個情形 很有可能就是你的什麼 播放的速度有問題 當然這個要看內容 好 我按上一個 上一個 好這個我來試看看 這個有沒有 這個就可以用了 所以我就可以恢復正常了 刷一下 記得 在你要的裡面 或不要的裡面刷就好了 請不要從邊緣這樣刷 現在不流行從邊緣 好嗎 現在都流行 直接放在裡面 或放在外面 ALT 給您下 給您下 這樣是不是就好了 所以可以去DOWN 好這裡不行 我跟你講啦 雖然這個工具 看起來好像 也是要一張張刷 但是 有沒有比你一張張刷輕鬆一點 因為一秒鐘三十張 如果你用Flocial 你應該知道 你已經沒有明天了 因為到明天你都不能睡覺 對不對 對啊 所以用這樣的工具 你在使用上 相對來說 至少簡單一些 好至少簡單一些 總是他可以幫你做比較多事情 這樣子 好你看我如果做完了 你回來外面看一下 我現在只做一部分 有沒有發現這邊就有了 對不對 這邊就有了 事實上 你剛剛做了那個之後 它也是一個特效喔 有沒有發現在這裡 多了一個叫做 Toe Blush 就是這個 那邊緣的地方呢 你現在看到這個邊緣 有沒有覺得沒有去得很好 所以一般我們常見的 如果你真的會有這種情形的 你可以在邊緣的地方 它有叫Feeder Feeder就是各位最熟悉的 這個名詞 應該知道了 語化 就樓邊啦 講白語也比較樓邊 你看 講樓邊就一點 文學氣質都沒有 語化多麼好聽 對不對 小莫弟有聽過語化神絕嗎 來這裡 有沒有覺得旁邊比較柔柔的 跟剛剛不一樣 因為畢竟它的工具 它不是像我們那種法師那種去背喔 它就是幫你把外觀抓出來 那你只能 如果真的很在意這一塊的 它就是 旁邊你可以稍微幫它就是樓邊一下 就不會覺得說差那麼多啦 當然還是會有一些痕跡 所以這個是 給各位參考一下 因為這個工具呢 真的跟Photoshop裡面 這個工具是一樣的 Photoshop裡面的叫做 我來找一張這個 比如說像這樣子的 那我把這一張把它拿進 Photoshop裡面 拿進來 那各位你們在用Photoshop之後 應該有用過這一個工具吧 叫快速全取工具 它那個Photoshop就跟它一樣 你點到它之後 從2018還是2017以後 這個地方的名字改過了 這裡 有沒有叫選取並遮住 以前不是叫這個 以前 它叫refine age 那個refine age 但是中文我記得翻得有點擾口 所以不太容易找 所以像這個的話呢 我們就會跟剛剛一樣 你看 我把筆刷變大 這裡刷下去 有沒有都刷在裡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Totplush的使用方式 就像這樣子 好這樣刷下去了 你就按一下這個 只要是你用選取範圍選出來的 都有這個選項 不管你是用這個工具 還是這工具都有喔 我只要按下去 選取並遮住 有沒有進到這裡來 你們平常有用過這個工具嗎 有嗎 如果你這個邊緣 沒有去的很好 那怎麼辦 你可以用這個工具 再怎麼樣 刷一下 去重新定義一下喔 我先把它變大一點 你可以告訴他 這個邊邊有沒有 這裡要去掉 要去掉 然後呢 我看一下 因為現在這邊 這裡還好 我應該找比較難一點的 這一張太簡單了 我先把這個關掉 在下面這裡 取消 我們用這一張喔 重新來試一下 如果你要抓前面這個人 這個黑人 其實有點難抓 它頭這麼難喔 按住ALT 有沒有變減號 對不對 你是不是先抓一個大概的範圍出來 然後這邊 減號 減號 好 這裡加一點 好 這樣子 進去 它是不是長這樣 但是呢 你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我們抓到的是這個範圍 對不對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就是用 這個覆蓋的 這樣是不是看得比較清楚 你可以用不一樣的顏色 稍微覆蓋一下 那這個地方呢 我現在在這個裡面 在這裡 我就還是要什麼 再剪掉嘛 對不對 可是太多了 加一點回來 有沒有在這邊還可以繼續努力 那麼中間這個法師怎麼辦 就搭配這隻啊 第二隻工具啊 你就刷一下 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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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Refine Edge也有這樣的工具 也有這樣的工具 你就刷一下刷一下 這邊 你可以嘗試看看 你看 我把它變成完全不透明 有沒有 這裡就會做這樣 這樣你要做合成是比較容易 這裡刷一下 刷一下 它就會幫你做法師的部分 做這樣的調整 那你也可以看ALT 做太多 按住ALT 這個 它會再回來 喔 所以像這樣子 如果你確定好了 你就可以來這邊 它也有一個調整邊緣 有沒有 移出去一點 移進來一點 可以像這樣子 也可以像這樣子 那 那好了之後呢 通常我們都會讓它新增 塗層折射片啊 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比較有彈性 就是會獨立層一層 下面這個是獨立的 這樣子的話 你要調整它 就比較容易 所以如果我們在這邊 你去調整 它不一樣的顏色 或搭配什麼 不一樣的背景 你就可以得到 比較好的效果 這樣了解 就在法師這邊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 Photoshop裡面的 所謂的快速全取工具 也就是我們 剛剛 AE裡面的 叫做 Toe Blush 事實上一樣的功能 有沒有看到 有像Refine Edge Refine Edge 就是我們剛剛在 Photoshop裡面 把它重新定義一下 它那個邊緣 那個邊緣的部分 這樣有沒有了解 這個是讓各位 稍微了解一下 你在AE裡面 你可以 所以 如果你要進行 所謂的去背的時候 動態的去背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 不管是用濾鏡的 用筆刷的 其實都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